啊啊谢谢Ringo的介绍 所以啊我们今天很高兴有 社会就是我们的这个专家的讲解 在跟我们可以分享一个 啊论题这个论题就是说 就是香港在这个web 3.0 还有这个数据经济方面的 啊发展是什么样 所以我就就这个议题 我调了几个问题 所以向每个专家可以讨教一下 对所以第一条就是我想问一问 就是刚才破根这个SK也有提过 是香港政府现在正在力推这个web 3.0 的这个政策 所以我想问一问 每一个专家就是你觉得在香港 我们香港的我们有哪一些竞争的优势 在哪一条赛度或者是哪一条赛度 有这个优势或者是前进怎么样 或者是我们从啊这一省开机吧 因为刚刚就是让他们就是一下 因为他们刚才讲的很很很长的时间 对对对对 啊谢谢大家谢谢邀请 啊我觉得在就香港来说我们的优势 啊必须得说是那个去中心化 金融是一个地块是一个很有我们比较有竞争力的 的赛道另外两个可能可以做的我觉得 其实那个Cyber Security 还有可能比较大规模的应用那个Mass Adoption 那一块也是香港可以做得起来的的 这个赛道那DeFi可能我先从那边呃说起吧 呃我自己认为 为什么DeFi特别在香港能能能能成功的 有有几个原因第一是呃香港本来就是一个传统的金融呃国际金融中心 所以我们有整个呃体系还有整个环境还有人才都已经在香港 对金融比较敏锐或是呃呃已经很有经验的人才一定在 那呃呃去中心化金融也是基本上是把传统的金融系统 套入呃blockchain或是其他技术上面呃呃我们很多现在在香港的科技公司公司 不只是web3就web2什么都有都说在香港比较难请人难招人呃呃这个是事实 因为我们呃呃确实在在呃呃那个人才或者是我们流出很多人才在到国外工作 呃呃以至到呃呃流失了很多人才因为本来我们的科技的呃呃产业是还是不算太成熟 也是还有市场呃呃相对来说没有其他地方那么大的因素 呃呃呃能有消息让呃呃呃呃呃呃 web390政府现在大大力推动的这个产业去呃呃发展的话额 呃呃成为呃呃3000呃呃呃呃呃chen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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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点像对来说比较容易的经过培训 可以呃能成为在website.0在blockchain 啊地方上的一个就很有用的一些啊 推动的的的资源 对就是我的看法 嗯哦谢谢 所以啊Jayson觉得就是包括就是地板 还有就是网络安全就是香港有优势的地方 那么啊Paul你怎么看呢 嗯我自己觉得website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 哦所以我们其实应该回归的本质 就是website到底解决什么社会问题 那对社会有什么价值 那我自己看呢就是呃 他确实是解决一些传统金融带来的一些 没有很好的解法的风险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道德风险这件事情 这个是他带来的一些价值 那而香港传统金融非常旺盛 非常大的一个行业 那当中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 用一个更这个website的技术 能更好的解决这个道德风险这个问题 不论你叫不叫他去中心化或许怎么样 首先我自己觉得没有真正的去中心化这个概念 世界上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心是吧 那但是我将这个中心 从一个原来有很多道德风险 道德漏洞的一个中心 我变成一个更自动化更透明的一个中心 我觉得这个就是website带来最大的价值 而香港因为有很庞大的金融体系 那这个website能优化这件事情 就能为香港带来很好的一个价值 那同时香港的金融也不只是服务 就是纯粹做金融嘛 还是要回归实体经济 那香港作为一个很传统的贸易融资中心 也是中国企业或是海外企业来融资的一个 capital market的一个中心 那只要我们这个底层基建 透过website能做得更好 那我们就能不能更多的实体经济 我觉得这个是香港比较有机会的一个地方 所以Paul还是比较关心 怎么解决现实的问题吧 对对那么SK你的你的人的 嗯那我分享一下这个从合规方面 怎么去发展这个web3.0 政府去推动web3.0其实蛮模糊的 但是他一步步的把一些 尤其是在金融有关的方面去监管 监管是很重要的概念 在过去几个月大家也听过香港的声闻 这个JPEG 骗人的这个东西 这个所谓的加密货币 很多这些东西出现 就是监管没有到位 没有到位的话有一些可能就是不真实的 或者是骗人的这些东西出来 所以监管就非常重要 如果要让所有参加这个金融的人有信心 客户有信心 监管是第一步 那另外一个你看看在亚洲里面 有两个所谓的国际金融中心 一个就是香港 一个就是新加坡 看看这两个地方就可以掌握web3.0 未来应该跑什么方向 我刚才分享的就是监管 你看到新加坡 它好像每一步都比香港快一点点 但是我们两个国际金融中心做的事情 其实是差不多 监管所谓的数字资产 加密货币 还有稳定币 其他都是监管 监管为什么那么重要 就是信心 就是市场的人 你安不安心去用这个服务 这个是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客户体验 客户体验 我们刚才常常说很多的技术 什么区块链 什么的这个加密钱包 其实现在的操作也是蛮困难的 你要真的很理解才能操作 我跟你说的 你的这个私人的这个钥匙 你要保管在哪里 也是蛮大的挑战 慢慢的从监管的角度 去做这个事情 很多金融的这个机构 就能开始合规的去做这个事情 慢慢的去提高这个客户体验 越来越方便 用的人有信心 那这个对于之后的这个 DFA去发展的非常重要 这个也是我为什么从合规 也要多这个金融科技 对的 的确就是这个合规 今晚就是非常重要的 远的就是FTX了 近的就是这个JPEX 就是非常影响很重大的事件 对 所以可能在第一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香港有传统的金融机构 有这个金融科技的企业也有挫抢 那么每一种这个机构在这个 web free的这个生态圈里头 你觉得他们有哪一些的 可以发挥他们的价值 最大的价值的这种 导施了 可能也是 啊 Jason可以分享一下吧 可能就跟我刚才说的 有就相当的想法吧 就是啊 香港有很多不同的金融机构 也有很多就Fintech的公司 也是我们香港的那个比较强的一个 一个方向 一个地方 所以啊 在在未来 其实Paul跟SK也提到 刚才有很多不同 在这个这个整个领域上 有很多不同的 不同的玩法 在在Fintech上面 所以我们就有传统的那个 那个金融系统 还有刚才我说的人才 然后以致 以致到合规 也是 我们的就我们的 这法律体制是相对来说比较成熟 就对现在 刚才提到的很多危机 就是FTX啊 Tera Luna 还有JPEX 这种情况上 我们香港可能相对来说是 比较有有金融力去 能成为我们比较 比较 怎么说比较出色的一个 一个城市 去去发展这个这个产业 因为很重要的一点是 需要现在 在经过过去两年多的几个大的 啊 爆发性的的危机 啊 很多人都对 web 3.0 还有blockchain 或者cryptocurrency 有一点就比较保守 觉得比较保守 应不应该太 风险觉得太大 但我觉得香港有能力成为 啊 能 restore他们的那个 那个信心的一个地方 破了 呃对 反正我非常认同刚才呃 就是Jason说的就是一个生态 各自有不同的角色 那这个这个发展的过程呢 其实也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啊 因为每次有新的技术出来都差不多的路 套路 就是你有新的技术出来 那你当然是初创企业最有能力 试错成本最低 去试这种新的这个玩法 包括define 其实也是很新的一个概念 那因为传统的金融机构的试错成本非常高 它的监管压力也特别大 它是不可能去做这些很激进的一种 就是新的赛道的 那这个时候 初创企业就冒出来很多新的那种玩家 那逐步逐步呢 等它躺平了这条路 那该踩的坑都踩完了 那然后呢 传统机构因为它有钱嘛 有客户嘛 那它就更安心的进入这个赛道 包括监管也是的 那你一开始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监管 那总会有人出了问题 那监管才会知道我到底风险在哪个位置 是吧 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生态是一个组合权 就是初创先躺这个路 然后呢 逐步逐步其他的正规军 也逐步逐步进场 我觉得现在香港的web3呢 已经到了下半场 就是该试的错 已经试的差不多 那然后呢 你看到传统的机构 包括汇丰 包括ZADA 包括元币这种传统的金融机构 正规军也开始进入这个web3的赛道 那尤其是透过一些相对来说更简单的 比方说稳定币就简单不是说这个产品简单 而是这个风险相对比较清晰的一个产品来进入web3这条赛道 那所以我感觉上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一个发展路径 有怎么快到下半场吗 可能要延续啊哈哈哈哈 那SK呢 呃对我很认同Paul刚才说的 其实呃大家可以看看啊 呃从前一个两年前我我我听一些 避串的人呃一些对于 呃去中心化很强信念的人 他们说去中心化就是未来 未来肯定是去中心化 但是我我在 因为我在这个传统金融太多年了 就是我个人认为啊 还有我们元币的团队也同样认为 web2跟web3其实并传的 就是没有那么快 就是传统金融没了 就是之后就是去中心化 没有没有没有那么大的可能性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所谓的真正的去中心化 是不可能的 哪一个国家的政府愿意放弃他的管理权 让所有的人就是去中心化没得管 而虽然他们的训练就是从这个技术的角度来说 因为这个技术的角度区块链本质 这个技术是去中心化 他们常常说你管不了 但是我告诉大家 我做合规那么多年管得了啊 怎么去管 分享一下 就是先香港啊 现在说要监管去推广web3.0 他们首先要管全统金融机构 因为 不是不可能马上 所有的金融马上跳到去defi 没可能 全统金融是大部分就意味着我们在被去中心化的活动的钱啊 还要换成为现在的法币去用嘛 我们去买房子买车是用法币嘛 这个就是所谓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on of ram 来来往往 我想就是在未来 定权的就是好像有一些我去一个论坛啊就有一个监管的同事跟一个啊 那就是在地坛的一个啊 地坛的一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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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web3.0现在还是比较模糊的 还有很多的东西 所以如果能让我们大家都比较明白一点 能不能提一些就是web3.0的这个案例 可以给大家检视一下他们的机遇 或者是他们有什么这个前进吧 对 Jason可以分享一下 SK也说到其实 其实Paul跟SK都有说 就确实很模糊 我其实已经很微微相感感到很骄傲 因为去年大概这个时间就是我们政府大力推动 推动web3.0这个产业 刚好是在ftx爆发之前 我觉得很很其实是很幸运的 因为这个给我们整个产业一个很大的推动力 还有就一个证明是有这样的一个市场 举个例子为什么现在还是很模糊 我们我我唯一不同意Paul刚才说的是 现在我们还没进下半场 我也觉得因为呢 打个比方大家举个例子吧 过去年我们说的VATP virtual assets 那个trading platform的license对吧 很多很多有教育平台 exchange the license 在香港很多人都在说申请 其实申请的过程也很反复 到六月份的时候 刚刚开始有一些 结果出来了 那我想问大家 你知道大概现在到现在 听到很多机构都说要申请 其实现在真正的applicant申请人 你你你猜有多有几家 听到很多还有很多律师什么都说很忙 因为要帮很多金融机构要要申请牌照对吧 不到十家 真正申请只有九家 澳一家就比较大的机构 还withdraw了他们的那个牌照 这证明其实在 其实上海政府也有一定的难处 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新的产业 也有很多很大的风险 所以我们需要整个产业跟政府多沟通 就私人机构多沟通 然后看怎么去把整个产业合规做好 才能把事情做到 这个是一个例子 对我觉得web3模糊是必然的 当年fintech这个词语刚出来的时候 大家也不知道它什么意思 但今天大家没什么人提fintech了 因为它已经融入到金融行业当中 你哪个金融产品没有tech在里面 我觉得将来也会类似的 当我们不再提起web3的时候 web3就成功了 就融入了整个金融的大行业当中 那具体的案例呢 我自己觉得最兴奋的 就是在支付这个领域当中 你想现在支付公司 它存在的意义 不就是帮人家挪动钱吗 就左手右手 那它是一个中介机构 那而且你还承担了对手方风险 那人这个支付公司跑路了 那你的钱就没掉了 那既然刚才SK提到 就是我的稳定币是直接拥有的 在链上面的 那代表是什么呢 就是支付及结算 那我支付的行为 我不需要一个中介机构在当中 我就能直接付给他 那这个我就没有了对手方风险 我也不怕支付机构倒闭 因为我不需要支付机构 那这个我觉得是很实际的一个 能发生的一个场景 好 那我也说一下 大家还记得这是常常听人说 大数据 大数据在哪里 现在呢 就是web第二代互联网 大数据在大的科技巨头上面 我们香港人用脸书用IG 我们的所有的活动 所有的所有的 关于我个人的数据 我我长的什么样子 我说了什么 都在这些巨头的这个大数据里面 他们用这些大数据的去赚钱 去卖广告啊 去针对性的卖广告 赚很多钱 大数据在未来3.0里面呢 肯定有一个改变 想象一下 我的数据用有钱不是我吗 常常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的大 我的数据在人家 人家用我的数据去赚钱 那这个这个就是最不同的地方 未来能为什么能做这个事情 其实也很多不同的安排 刚才说区块链 就是如果有一天 我们的身份 就是独一无二的身份 我们有一个数字身份证 数字身份证就是意味着能够在这个 Blockchain上面能够很容易的认你出来 然后关于你的数据 就是你的 你的数据就是我在哪里打工啊 我过去的这个信贷记录啊 很多的其他的东西 对我来说是我的数据 这些数据呢 对我来说呢 我个人来说可以 方便我去跟金融机构去贷款 来做其他活动 如果这个放到企业上面 就更明显了 企业 刚才我说中小企开户困难 我告诉大家在香港中小企 贷款更困难 根本没可能贷到缓 在香港 香港的大数据是非常落后的 金管局非常努力的推这个商业数据通 但是呢 大数据呢 在内地比较做得好一点 我从前在恒生银行 恒生有恒生香港银行 恒生中国银行 在国内 大数据非常成熟 因为他们的电商发展的很快 所以企业在上面的买卖 这个活动 这个数据已经存在了 这个企业 他真实有这个业务 有这个数据 有多大银行很容易拿到 去审批他的贷款 在香港来说 还是用古老的方法 去提交你过去的 所谓的这个audit statement 这是你的财务报表 可能是假的 所以银行呢 根本不敢去贷款 那这个就是大数据 如果有一天将来 就去中心化 每一个个体 自己拥有这个大数据 在这个区块链上面 很容易的去沟通 跟金融机构 金融服务 Defi上面去活动的话 这个是非常大的改变 在这 好谢谢 所以听你们稍微说过 就是对web3.0的 就是比比较有一个概念 实在的概念 就是知道是干什么的 所以另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好像刚才也有提过 就是其中一个点 就是啊什么发展 什么也需要的就是人嘛 所以关于web3.0的人才 因为今天我们这个平台 也是Hongkong New Space 也是去培养人才的这个平台 所以关于啊香港 在web3.0的这个人才方面 你们现在看到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 或者你将来你看到的 趋势是什么样的 可能Jason也分享一下 好像我第一个答案 就已经谈到这个人才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香港是一个 很好的地方 就是对推广web3.0 因为像说的 本来已经有很多 传统金融行业的人才在 所以也有我 因为我以前也在在投行工作 也是很多现在还在投行工作的朋友 他们虽然赚很多钱 但是几乎每个人都想要转的 推广行业去 我起码他们是这样跟我说的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机遇 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既然他们有我们的在香港的人才想要转到 在这个行业里面 那就通过我们好像 Hong Kong YouTube Hong Kong Space 这样的教育机构 就可以发挥他们的最大用处 就是帮助这些在职的人 或者是年纪更轻的 的新一代的年轻人去准备好 自己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去发展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当然at the same time 也需要 因为 钓鱼机构也有他们难处 因为他们也有他们KPI 所以在香港需要政府的支持 去大力推动整个行业的 的私营公司的发展 没有公司就没有工作 就没有岗位 没有资金也是 这个公司公司也会做不起来 也会没有这个市场 都是互相要配合 才能才能成功的 对对所以人才还是有的 还是有 阿波呢 对香港绝对有人才 就我们在座的 这位年轻人 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差异化 这个特别重要 怎么用好这个国家 这个大局的发展的规划 那大湾区肯定是一个热的题目 人才上面特别有些 香港你就我自己IT出生的 香港你是培养不出最 顶尖的IT人才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大的IT项目 去培养 去培养 比方说这个IT的 Engineer 就是那个Architect 这种 这很难培养出来 他必须要经过很多大的项目 实战 比方说高铁系统 银行系统 中国其实比较大批 这种人 那香港当然有很多 就是金融的人才 那这个当中如何互补 那最近看到一个比较具体的案例 就是国内有市场 那但是他们很难吸引科研的人才 包括AI的人才 一方面是因为各种美国的三权 或许生活环境的问题 尤其是经过疫情之后 那其实要吸引海外的硬的科学家 去内地生活 但是这个香港就很有优势 那香港也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对科学家在香港落地生活 其实是很有帮助 很容易适应的 那他们就能同时培育香港的 本地的那种硬科技的人才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差异化的很大的一点 那如果这件事情能做好 那web上里面也有很多硬科技 密码学区块链什么的 那我觉得香港也能发挥同样的作用 吸引全球的人才来香港落地 成立他的研究中心 那然后同时也培育香港本地的人才 那想说这个Space也做了很多这种课程 那我觉得这个就能做很好的互补性 所以差异化是最重要的一点 我是非常认同Paul你刚才的分享 其实我们远低科技 现在就是这个状态 就是我们有一半人在香港 有一半人在深圳 香港的主要就是传统金融 附身的这些有经验 有这个knowledge 西班牙人 还有我们也能够很容易的在外国 交通一些其他国家的人 香港这边 还有就是大湾区 大湾区现在香港 跟大湾区 尤其是深圳的这个交流 非常方便 疫情过后 我们的主要的技术开发团队都在深圳 深圳 大家也知道深圳不是深圳人了 深圳是全国的人才来的 所以其实这个优势我在想 亚洲两个国际金融中心 香港的优势是非常明显 我们能用全国的人才 还有国际的 这个就是我们可能就是一方面 比新加坡 可能战友做的更好的一点 对我们就是联通世界的一个节点 多加一点 所以完全就是多加进去 香港应该好好地利用 就是在大湾区的优势 真的 跟刚才SK&Paul说的 其实不单止我刚才说的金融人才 也是在技术上的人才 我觉得也来香港或者是大湾区发展 也是一个 就是一个很好的 年轻人真的不应该 就放弃这个机会 或者是miss这个opportunity 因为整个大湾区的配套 确实很好 尤其是我觉得很多政策 都是有利于香港 所以我觉得很多香港年轻人 应该必须得知道 有这样的一个平台 可以在那边上讲 应该勇敢地去踏出去 离开香港 大湾区好好地去发展制的才能 或者是加入一些工作 我最后一点 是我三年前从纽约回来 返回香港 我我觉得香港是一个好地方 但有一些失望的地方 是因为在科技的发展 科技整个领域的发展 还是有点慢 第一可能是市场 如果只是香港本身 可能确实有点强 你看Google 香港有Google office 也有Facebook office 那问题在在于什么呢 所有员工基本上 在这大科技工具 都是 sail accountant or other service 对吧 就不是科技的 做科技都在可能都在国内 或者在东南亚在福建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我们是应该好好地 思考这个问题 其实香港有能力 尤其是现在有GDA这个大的大环境 上市 这种 对 可能就是香港要改变一下这个DNA 不是以前我们经常说就是 high tech high 就是广东话说 对 也要去high tech哪一方面去推荐 对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我刚才也 就拖替过一句话就是说 可能如果我们还在谈的时候就是 怎样东西还没有融入到这个生活之中 这个就让我详细就是 以前就是 我们去这些论坛 如果大家支持 5年前 10年前把我们的论坛都是说 互联网 互联网加这一些 但是我 我想今天也没有 已经没有这么多这个互联网的论坛了 所以最后一条问题就是想问一问 每一位专家就是说 如果从现在往后推 3年 5年 你们觉得就是这个web 3.0 在香港的发展会怎么样 是不是已经完全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中 我们也不用再提什么web3.0了 可能到时说 这些已经是web7.0 会不会怎么样 对 所以可能破理 所以说 对 现在web5.0都被注册了 这个品牌很夸张 他就是什么的web2.0加3.0就等于5 这个很搞笑的一个概念 但我觉得概念放一边没所谓的 呃 就就好像刚才sk也提到的就是呃 就就他呃 最后就并存 两个事情不是取代的角色 就跟互联网跟那个金融都是法院之母一样的 都是并存 那然后就是改解决了什么社会问题才是最后性的 我觉得我期望的是以后 我们能拥有直接拥有回我们自己的资产 这个资产包括我们的identity 这个身份这件事情 就我刚才提了很多 就是我的那个微信账号不属于我是吧 跟我的钱不属于我是一样的道理 那能不能将这个拥有权回归到个人 那我自己当然最能够发挥我的 拥有的资产的价值吧 那这个我是期待 5年后可能没那么快 但是可能10年后这个拥有权能够更去中心化 不是去中介化 而不是去中心化